聚盈汴 別讓大家來 我幫你 今天早上晚上 歡迎來到 聚盈汴足塞健康 正好有所兵的 正方便手 元朵 正好有所兵的 方便手 元朵 温暢的最佳 編李足塞健康 在汴中 而彭彭的一場是屬於兩人的愛神寶獻祭 因此本場比他正式開設 首先 現場更換傳出觀點 是這位兩人中永遠的關鍵 先知情 大家好 人與人形神仙都永遠不能達到永居景 也就是說 不管再親密的人 都不能完全全掌控另外一個人的所有去CV 即便你想 也未必做得到 所以在這裡先給對方示範一個防線 千萬不要用完全全掌控一個人來去世我方 也不能用天天黏在一起做的一個指標 如果做到日子終於半小時 這也是一個完全不錯的概念 這些是一種基本的尊重 基本和女人之間的距離 做不到無人完全全掌握 那不是要求他 那是不是要做你監視他 如果你要漸漸黏在一起 一分一秒都不能合拍 最好不要給他亂跑的 那不叫做愛情 那叫做夢想 我們認為 是半小時的距離感 或不是只是目前認為 你去哪裡 你沒有告訴我 我就覺得我們出現困擬這麼幼稚 或是你如果吃一場飯 我就覺得你不愛我 或是無不了解你 之前都是很激烂的說法 也在一段正常的戀愛裡面 比較難接受的 今天我方認為的距離感 是當溝通相出現障礙 和衝突的時候 雙方都沒有辦法多些 進而延伸距離 延伸塵愛心裡的半小時 哪個女方 今天我覺得你不應該 和你的情人繼續做一些表現 可是你又覺得 很有保持聯合世界 和正常的事情 不要讓我們把相互集的形容 距離感自然就會長生 必然是半小時 謝謝 感謝政方 那接下來又往上立刻 謝謝你 我心裡的好 一段長久的愛情 是一個很長的人生裡頭 因為他需要活化 因此他需要活化 放得多更長久 而活化從而來 就是一次次的間隙和時機 才能讓我們這 容長的內心中感到心跳 每個人會立刻 集中活著不同經歷 而之間的不同 讓飯裡之間有一個距離感 後方認為 聚感現在是 不讓感情的保温 甚至生活的一個因素 引入一下 第一 聚感的後段 經歷 之間 未必是有任何看著的機會 每個人的成長故事 和從者的性格 都會在訪問的愛情當中 一起的活動的友誼 國白辯論 還安言 我們能夠把彼此來辯論 和看的小故事 與對方分享 讓別人認識到 有愛的生活 他們的有趣 而開始感情活動 讓其裡之間有更多的空間 交流 讓感情 升溫 如果是小事外 就如說 我走到頭上 意思會讓你 讓我感情的位置 讓我感情的位置 此外 去年長在配情中的 附近樂隊的精細 各位 我常常的愛情 或是觀眾 若是我對於另一半的 下一部聊了幾場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有做過 各個小女孩 在女生的那天 她帶你去海邊 固執了一個心情的蠟子 抬去 然後可以彈出吉他 彈出琴歌 這些天使都很好 美好 很浪漫的生日精細 但是 如果你因為太了解 後面可以 照顧 預測到重點 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實現了 這一個精細感 就只是個朋友 會親自出去 那其實這樣子的愛情 在你的 那個生活 可以這樣想 比如說 也因此我們告訴各位 讓彼此可以在 居體感的時候 這樣子的生活 有很多獎金 就可以讓你 其他人感到C字幕 而這種愛情 才可以走到 聚集中的這些 謝謝 謝謝寶寶 緊接著有更方 進行兩座的活動 別人 我去拍照 你的照片 請給大家 到這裏 翻譯 開門 除非 什麼 變成 他們的 擀製 出夠 對 culus 今天當你發生另外一番有事情你懷疑了什麼女人 直觀 直觀的感覺 這件事是否是還是歡心 這在對方的角度 有一定有問題 可能對方會回家講這件事 可是我相信在做大部分的人行裡 第一感覺會是 這件事情可能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原因很簡單 如果這件事情對我們的愛情並沒有傷害的話 那為什麼會防曉特意的女人這些事情呢 先不管會防禦為了什麼的女人這些事情 但是看 因為愛情和大家的感受其實是很不好的 也會讓人家很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就是所謂沒有人信任 距離感因此而產生 難不成 距離感成這樣還是一個好成績嗎 因為愛情裡面本來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命令 是個人分身的 如果實戰之類有什麼難以之言 也可以通過好好解釋 非或的原因來掛解這件事情 而不是把這個問題都隱藏起來 我方要認真的 是當這樣的距離感之間的時候 對於一段感情 它是起到了推進的作用還是破壞的作用 很明顯 一個不可能有一個段的時候 這樣的距離感是愛情的表現 而是愛情的關小事 但是 當對方 當對方在日頓的時候 還就有講到 療瘟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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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距離感是愛情的 先借有這班腳 手上这样的,大家可以继续一下 谢谢 谢谢正方,接下来由广方庆祝活了 谢谢,那我们看看今天是我们的第一个人问的 他第一个人告诉我们说每一段感情都会有着风障害 没有,他告诉我们说也不过咕咕加差处的距离感,因此是一个半小时 只是各位,他先提到说可能会没有距离而已 所以幻想是什么,只是说在每一段感情当中 本身总是一定有一定的距离存在 那为什么你一个距离的存在,就必然一直半小时 他并没有,但是告诉说有距离而已 所以他的第一个人,有没有完全的论证到他刚刚的一场 第二,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定吧 这个手里门,我们去看哪个层边 一个层边,这样的层边,什么意思 然后现在就说,哎,我要为他做个层边 西人家到了,有一个惊喜 那这个时候,我对他近期隐瞒到亲人间 才介绍我这个惊喜的时候,我是好吃的怪事 他认为这个距离感是好吃的 而且他还原来我们有这个好心 因为我,我们的爱情当中,在这个罚传的过程当中 激情的那种感动,有点哀悲 我会说,比如说,我重新爱上他的这一功夫 我又展现出来了,因此是好的 好看是第二种怪的,坏的是个怎么样的情况 讲实话,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定一般 一定是另外一个隐瞒的 比如说,我可以给他快出关头 我抽烟,给我喝酒 如果我可以把他出发这东西 是他本身不能接受的 想紧问的,如果他不能接受 我知道我,然后他知道我抽烟,我抽酒的话 他会过分之后,我能够告诉他吗 我不能够,所以讲真的,你不要告诉我 那时候,我会完全完全完全告诉我 一定会让我每一个十个小时也不可能 因为我认为一件事 不能有个困体的,不能很难 然后我心里,然后我现在在那一层面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讲真的,是我的无处中 是为了让我的爱情愈者更残觉的时候 这个,为什么不是保险性呢? 但最后还叫我解释东西 为什么了无知啊,不好 现在以前我前面讲起来 就是,如果今天,我的女朋友 对我完全理解 我根本没有机会 她还是在那边的小确认的讲解释的时候 我都觉得怎么去延长了 延长一个爱情的说明 每天一堂上他人家 诶,准时打他,我会吃饭 所以我一样的饭 然后我要送给他,我都知道了 我送来一只小礼物 诶,其实我才到了 那,打工在哪里? 那这样爱情 我请认识,这个人都说 我可以确定来,怎么吃一个饭子 这是房间,建设是工变满叠 双方变手根是要一样更多 只有这种发出同事,尤其是双方 但是,我没有,请来一下 呃,你小妹阿里,我来的建设是 这种方式,我们有点想要 它是什么,设施的地方 所以,我们想想说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东西 看出这个问题 只在虚拟的地方 是这个距离吧 才有这个,才可以做一个保险制 来,想请问一个 平方的第一个论院 造型前 有这个工变货币 有这个工变货币 要带入我们自己的半小时间 去给我解释 OK 观众参跟同学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是,他们想把不同 他们不把 无法在某个频道上面 然后再来 好,那请问 在不同的频道上面的话 如果我们也因此 想要更多话 有几个例子 我打别人会 我没有要谈言 我不同频道 那就是我 我一定要讲 每个人会打完谈言 或是 这些事都花不长了 这是一个爱情人工参记 那对后面 然后你不要知道是 你到底现在是 在一起 可能对方 可能有另外一发展 可能有多少 哦 不用只要想听别人的话 你来聊 事要聊事要聊事要聊事要 一聊事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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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聊事要聊事要聊事要 所以你本身不同的频道上面 可以把它们 可以把它们 可以把它们连接成一个 通的频道 就是给你认识的房间 谢谢 可是 如果我来讲 在这次讲 我问你到底在乞 就是 可是我会不敢跟你讲 这是什么 你会觉得你都要在乞 呃 是会有同的 那些关系 我听说起来 什么的 中和上 你还有一点小小的经济 所以按照你 我们就往到完全调解 我给大家经济 我们如何去保险的爱情 对 对 我是给你讲出呢 保持最低 只有一定的距离 不能够完全掌握 掌握去理解 他每个小部分 因为在早晚上 我们都会想到 很多效果 好吗 所以我会想到 我要去看 他的情形 因为说 我的一般 不有一件事 因为有这张 想不过 我不能够掌握出来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会是 让我可以 去点爱这些经济 所以 因此 这个去点爱 可以让我 如果给它更多的惊喜的话,那它就是跑生机咯 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跑进去的距离的话,你会比较有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走过时段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些信仰不让它有很多东西咯 所以叫我这样讲什么问题啦 如果今天,每个人信仰,为什么信仰不同的这个信仰会必然到之所,距离的是八九十呢? 每个人的信仰不同,可能有另外一方会做错的东西,就是有七个八九十呢? 然后,如果没有人讲到一个坏喜关的东西,你有讲到七个坏喜关,可能你每一个人在做一张,你的保证,不然你会再乱七个八九十呢? 所以,每一个人,你告诉我,人和人之间,一两个不可能是离聚的,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嘛 那你比如告诉我说,朋友不一样是三个小时,运气可能不一样 这样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有可能是离聚的,有没有一个人是坏狗屁 没有,那是要看他们的,如果他们的过头发在座位置,是 呃,如果那个过头发在座位置,也就是你一样才挖,所以你当然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就去离聚吧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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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回音的说法 是去顶例,我们需要支配去吧 所以我说 因为每个人不同的话 这个口味道是国风障碍 我们会讲草教你 它是在半角色 好 这种东西都已经能够理解了 那每个人不同的前提提下 会有两个可能 就是像他讲的我们可以接受到路的阶 或者是不能够被接受的阶段 先看地方可以接受的路的阶段 所以其实如果是一个 可能我每天还去教这种路的阶段的话 它不从人不外来 过程半角色的阶段 就看你那一块也不能够被接受的那一块 那那一块其实也在我 这个环境当中也缠住过的 那一块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不想讲不给另一边的那一块 因为那一块是它本身都不能够接受 我是有时候要习惯 我让我没有在我出现的 讲真的 就感觉很低善 好 所以如果我因此 如果我不打算的话 我就让它有一个具体感 那它保鲜体就是 它会让我可以走得长久下去 它会让我披押好的那一面 好 往下 不小心给它发现了 我抽这个怎么办 讲真的 争吵是会发生的 我知道 可是问题是 争吵之后 其实我们在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没有分手 我们就会考到一个 就是要么 好吧 我让步 我少抽了点 我抽了我接约 要么他讲 其实我们已经摆到任何人 都多辛苦 那抽一点点 我们只要在我们一天中 个人都会有 适当的让步 那这个适当的让步 如何 提现出保鲜计 就在于说 如果我是被让步的 那个 或者他不要 或者是我的那种感动呢 其实 他又恨我着想 哪怕他除了20年 他都可能为了我感变 或者还可能为了我减少 这个时候 这感动的那一刻 他是不是会觉得说 其实这超男人 从里面 就蛮好的 对 但这个IT也是很难的 所以 因此我们告诉你 这些去离开的本身 就体现做 基本上 保鲜计 也因为是我刚才认为 去离开 就是爱心的保鲜计 谢谢 谢谢同志 马上 现在应该有这样的 就好 我最好 请回答 当飞房待此之后 不减久的时候 他会有提到 后文件突然紧紧交流 或之后开始乖 女朋友快也接受 你最好就是开始乖 正名答案 对于 前演故事 第一次就是证明那种东西已经是没有距离达到的 然后第二个叫火花的东西 那种火花 发生了个小时的火花 这种火花 有点火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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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讲的,没有没有,没有一样一个距离更在头前 我就是觉得讲 他 这里有 他 他就是在头前 他就是在头前 直到 他就是在头前 后来 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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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